欢迎回来水星新闻的现场 新闻继续来看市嘉义市的极限运动委员会 切合是基本的极限极限运动极度比赛 要求到台湾各地好处继续有100块的人 老子来参加 主要希望能够让这点对球 竞速快感的少年人有更大的运动空间 合观摩的机会 这项极限运动极限运动极限运动 是由嘉义市体育会极限运动委员会 向嘉义市政府推电搭着运动极限运动极限运动 原本已经在嘉义市中心公园 因为路红又继续丢地安全 所以接到体育馆来起行 运动极限运动来自全国国地100块位 列政外来的好手来参加 主任委员阔罗会表示 希望政府能够的重视 请你进行动极限运动极限运动 继续丢劳力 攻击新的选chain 青少年可望运动 但是我们嘉义市却没有一个适合他们的场地 像今天我们办极限运动比赛 就是因为场地的问题从1点点易得到3点 所以我也希望说 藉由今天这个机会 可以让市政府重视我们青少年的活动 我今天希望說藉由辦這活動拋磚雨運 讓市政府可以來重視青少年的需求 因為其實現在時下青少年 非常的喜歡極限運動 因為它不只是一個充滿危險冒險精神的活動 它也是一個很酷的活動 所以現在時下青少年都非常喜歡這個活動 主要比賽的行動 分別有滑板的旗腳賽 這次年第2賽 以及第2卡拉車第1賽 過去我年輕的時候 幾乎好像用手刀 我年輕也是愛好運動 因為那期王生的孩子 如果用極限運動 長頭運動 他們就不去做派 身體會健康 我想推廣極限運動 不但可以解決青少年精力旺盛的問題 還可以讓很多青少年藉由這個活動 來超越自己 然後可以把他們的情緒 然後紓解出去 讓他們的抗壓力 然後可以提升 然後解決問題的能力可以提升 王六位主委表示 讓青少年有充分的公甘百封活力 你們有政黨的活動就不會變派 謝謝新聞 蔡民棟 教育室 蔡宏波多 謝謝